夏天的房子里面的温度 就能达到四五十度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夜间咱们十个温度 能达到零下二十多度 夜里人们呼吸的水温器 下半夜的时候 就把被子和咱们的房层壁酒冻上来 我们新年的营房 因山尔建 偷面采用了外墙保温 防水泡沫面 太阳能及热 和水自然循环利用的新技术 彻底地改变了以前的那种 驱软靠走 洗澡看天的平衡 在我身后的这套新型光色装备呢 是去年投入使用的 不仅光电精美移的目镜口径变大了 结构更简洁了 而且不再需要室外操作人员 新装备更智能化 功能更多 例如在图像清晰化算法上 比原来多了十几种 能更好的应对多种复杂环境 为应对海岛高研雾环境 选用制造设备的材料 更为科学 传输方法 更为先进 能看得更远 更轻 更伟 更加贴合现代化打厂的虚强 在老班长的棒带下 不到半年 我就可以单独完成成像控制 让我很有成熟感